今天我想介紹一位朋友給大家認識 不過嚴格來說,其實就是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他臨離開香港之前也拍了幾條短片 大家早上好,我是秋實 現在是8月17號的早晨8點半,我在香港 為什麼來香港呢?因為香港現在很亂 就跟前一段時間我去江西的水災現場一樣 做律師是我的職業,去新聞現場是我的興趣 我特別喜歡當年白英松先生說過一句話 叫做,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最大的榮耀是大事發生我在現場 香港正在經歷歷史性的變革,我希望親眼來見證這段歷史 我不想當老了的時候孩子問我,香港在2019年的夏天發生了些什麼 我們啥也說不上來,或者只會跟著媒體喊一堆的口號 只會跟著網絡去宣洩我們的情緒 所以我一個人匆匆忙忙的就來了 我不是大陸的特工,我也不是記者 我就是個普通的中國公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律師 我希望親眼來見證這裡發生的事情 親耳來傾聽當地人的心聲 我就是對中國的輿論環境和媒體環境不太滿意 所以我自己來到香港現場 我想自己來充當這個媒體 大家上午好,我是秋實 現在是8月18號的上午11點 我在香港忘掉 今天給大家講三個來自香港的關鍵詞 一個是和理非,一個是勇武,一個是不割席 今天下午2點是香港的民主派在這邊會有一個集會的活動 已經有幾千人至少在這兒了 本來我有件黃色的媒體 但今天下午有兩個韓國的記者跟我 黃媒體是哪裡買的 我從大陸帶過來的,沒辦法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所以我就把黃媒體送給他們了 我再講一點她的背景給大家聽 讓大家感受一下她的為人 她叫做陳秋實,33歲 是一個律師 也曾經參加過大陸的一個節目 叫做《我是演說家》 從而走紅 所以她微博是有77萬粉絲 77萬 我自己有多少呢? 未萬幾? 《我是演說家》是一個什麼的節目呢? 大概是… 你當它是一個talk show 看看誰說話聰明就誰贏 她在節目裡面有五個演講的作品 在網上也累積了超過1億5千萬的點擊 1億5千萬? Arm Channel最厲害的那條片是多少? 是66萬 哈哈跳那條片? 什麼影片呢? 她除了是一個律師之外 還做過配音員記者 電視編導 電視主持人 舞台劇 劇集的演員等等 所以就被稱之為文藝律師 秋實她還說過 做律師和投資 其實都是她的工作 她真正的夢想 就是想前線做一個新聞記者 以及想培育新聞人才 我也有在想 如果比起我小時候都在大陸生活的話 我會不會求之欲這麼強 就像她那樣 我特意要走去那個地方 看看是不是好像電視那樣說 我想我都未必會 我想可能我都會只是 相信她說什麼 我會被那個地方同化 然後那個地方播什麼新聞 我會相信什麼 最多我會在大陸翻牆 看看其他地方的新聞 我做律師的違法事 咱不能幹 但是我也不理解 為什麼第八出征 還有那些飯團女孩 就可以隨意翻牆出來罵人 就沒人管 咱不管他們 所以她就決定 人欲翻牆來到香港 看看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會拍下所見所聞 告訴大陸人 我想她都明白到 如果在大陸講真話的話 其實會有什麼後果 但她都要堅持要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勇武過勇武派 她來的時候 剛好參加了兩個香港的大型集會 即817和818 昨天8月17日晚上5點 在香港的天馬公園 由建制派組織了一個叫做 反暴力愛香港 這麼一個大型的活動 參加建制派所組織的活動的人 以中老年人居多 而且有很多是溫州同鄉會 東莞同鄉會 還有一些是從大陸來的遊客 她參加818反送中的集會 她還說了以下的話 很多大陸的普通老百姓 對於香港現在發生的事情 是完全不了解的 把你們的犧牲 用普通話 用簡體字的方式 得大陸的朋友們知道 如果你真的把這些東西 轉成簡體字 普通話 傳上去 一定被人禁言和滅聲 還傳什麼東西 但我想她的意思只是說 明知是這麼困難也好 都不要放棄 講真相給他們聽 不要放棄跟他們溝通 我看完秋實興這個 《香港力險記》之後 我看到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這個世界上 總是會有一些人 對於那個真相的追求 是很堅持的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好好的 你為什麼會說 我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看看發生什麼事 你人有多好會這樣 但你原來 這個世界 真的會有這種人 很堅持 第二個重點 我們可以看看 她在有線訪問怎麼說 在資訊接收 更不對等的情況下 兩地的民眾 還有沒有可能和解到呢 她就覺得要靠對話 內地其實是 黨和政府 控制著一切言論的出口 民眾想要引導這個對話 是比較困難 但是並不排除 有許許多多的人 想要這樣對話 包括我來到這 我的微信群裡面 就好多朋友說 幫我帶一個祝福給他們 不是所有的大陸人都恨他們 不是所有的大陸人都在罵他們 本來我都會在想 如果你叫我 阿豐仔 如果你要你去嘗試 跟內地人溝通 去說給他們 發生什麼事 你會不會呢 你覺得 不是吧 還說什麼 你是兩個世界的人 要對著一些溝通不到的人 去溝通 其實都不用溝通 還有可能會和你吵架 那我有什麼位 為什麼我不用這些時間 去做其他實事 我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 去和你所謂的溝通 或者硬把我那套東西 去告訴你 我自己的想法 不是說 將自己那套東西 強加到別人身上 而是你怎樣 將我所知道的東西 我所知道的 其中一方面的真相 的一些碎片 或者其中一個angle的事實 我告訴你 你可以不認同我 但起碼你要知道 事情是怎樣 你不要 是不想知道 或者你要很堅決地 拒絕一些真相 可能會有人問 蜂仔 不是吧 今時今日這個時勢 還在要感化別人 要歸邊 你都歸了邊 這個時候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我絕對認同 我意思不是叫大家 停手 我們又要回去溝通 而是做其他事情的同事 不要忘記溝通這件事 因為我相信今時今日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放棄溝通 因為覺得要溝通的 都溝通過 亦都提出過想溝通 但是溝通不到 才會這樣 但我看到秋實卿之後 他完全震撼了我 為什麼會有一個人 用他的生命 或者用他的前途 去告訴你 喂 我很想將一些事情的真相 告訴你 儘管可能我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都一定要將一些事情的真相 告訴別人 我想現在很多香港人 都已經去到一個 六親不認的地步 大家都一定試過溝通的時候 最初很溫和地對話 然後發覺 不是 聊聊一下 這傢伙不是想聊 你談不成就可能會升級 我正在說升級的意思是 吵架 我說吵架 雙方會說一些激動的說話 甚至最難聽的說話都會說出來 可能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問 溝通到最後 吵架 那還是溝通嗎 我覺得有兩個方法溝通 我有個朋友 他是一個很溫和派的人 他在公司有什麼事都好 他都會盡量用一個 息事寧人的方式去處理 有爭執 他都會說 不用吵架 看看這樣會不會過到骨 會不會這樣就解決到 不一定要吵架 可能儘管 問題到最後沒有解決到 但是他都會想用一個 溫和一點的方法去處理 不想大家所謂的雙和氣 第二個方法 我自己覺得有些事情 是一定要 可能有些正面的衝突 不是 有些正面的碰撞才能解決到 我正在說 吵架 好像情侶 你平時可能不想吵 不想跟他吵 你就會看到很多不順眼的東西 或者一些問題 你不會出聲 你會覺得 不要吵了 大哥 我剛剛才哄他開心 又吵 我又要哄 可能大家為了避免 吵架 而平時 你會 一隻眼開 一隻眼閉了很多問題 但當你去到一個位置 你忍無可忍 你一定會吵架 情侶之間 你會吵架的時候 你不會把一些真實的問題說出來 我覺得有時候 真相或者真話 永遠都是最難聽 以及最殘酷的 未必是個個 對聽 或者是想聽 因為你一說出來 就很大機會是要吵的 你不可能可以 平心靜氣 坐下慢慢談 其實很難 平心靜氣 慢慢談 通常是什麼階段 就是 吵完之後 大家覺得很累 我們再坐下慢慢談 但如果你平時 而不解決一些所謂的小問題 或者平時你一隻眼睛閉的話 立刻立刻 你會去到最後 你會發現 當你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能你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了 已經要 大家晚上好 我是秋實 現在是8月20號晚上7點多 我在香港機場 你馬上飛回大陸 為什麼走這麼匆忙 因為現在壓力真的很大 公安局 司法局 律師協會 律師事務所 全都給我打電話 說秋實你別在這敏感的地方待著了 你再不回來 誰都保不了你了 尤其是我的同事 我的領導 可能也要受牽連 就是他們要承擔管理不力的責任 可是本來就是我一個人偷摸 誰都沒告訴我就來了 真的不關別人的事 這次來香港的初心 就是我覺得 如此重大的歷史時刻 我們普通話的媒體是不應該缺席的 8月18號 一百多萬人的聚會 這個活動當中 來了全世界三四十個國家的媒體和記者 我一直想在他們當中找到中國大陸的記者 但是就是很難 所以我就在做我自己的報道 但是我對我自己的報道其實也很不滿意 且不說我沒有採訪到林鄭月娥本人 我對於那些戴面具的黑衣人 那些開槍的警察 或者說那些拿棍子的白衣人 我也沒有能力去近距離的做一個溝通訪問 那你說這算是什麼採訪嗎 我想調查一下 什麼是會選 什麼是中票 是不是選舉的時候真的有人 拿大巴車把養老頭老太太全運過來 然後投票 什麼是中土問題 什麼是地產霸權 香港是不是真的還有很多的土地可以蓋房子 但是地產開發商就是摁著那個土地 他就是不開發 然後逼著你政府有一天你要蓋聯租房 你沒招 你必須得從我這兒買土地 這些問題我全都沒有調查清楚 胡了八度的我就得走了 我覺得我真的是對不起香港同胞 我也對不起大陸同胞 我沒有辦法把最真實最客觀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這些天除了累的跟狗似的 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收穫 雖然他口說他說好像什麼都未做到 但是我只是單單看他幾條這些手機的自拍片 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我完全是感受到他的力量 而我也都很想去將他這股力量再傳遞出去 所以我就拍了這條片 我很想告訴大家其實說話其實還可以是很有力量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律師證 為什麼要嘚瑟一下呢 因為回去以後他可能就不屬於我了 我不是一個多聰明的人 就這晚上我考了三年 我現在做的事也會像一個聰明人幹的事 如果你問我用三天的時間毀掉自己三年的努力值不值得 肯定是不值得 但是沒辦法 我就是這麼一個性格的人 這世上有人精明的躲在後面照顧好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就得有人虎抄抄的衝在前面並且承擔後果 是我自己選的這條路 我願意一個人承擔這些問題 真的不想牽連到任何人 我們要的是一個統一並且文明進步的中國 而要建設一個文明進步的中國 不能靠暴力 只能靠法律 槍桿子裡邊能夠出統一 但是槍桿子裡邊出不了文明和法治 所以我要來這兒 我要促進兩岸的溝通交流 不希望因為信息的不對等 因為誤解產生糾紛甚至暴力的衝突 今年是我拿律師執照的第三年 就像那個哪吒說的嘛 三年時間很短 但是我也玩的挺開心的呀 自己的命就得自己扛 我是秋實 謝謝大家 每天7點記得看影片 追蹤Facebook IG和Youtube 那就真的是 我頻道啦